团结政府履行内阁授身承诺 将部门缩减至28个 多个原有部门包括联邦直辖区部被取消之后 外界的关注会有哪个部门接受联邦直辖区部的事物 西蒙甲洞区后任国会议员林立盈就证实 那个目前还未有定案 但可以肯定的是联邦直辖区部 不会交由乡区及区域部长管 首相拿督斯里安华宣布缩减内阁规模后 多个原有的部门包括联邦直辖区部都被取消了 但政府到现在还是没公布 这些被削减的部门是否会合并 又或是纳入其他部门的管辖范围 西蒙后任甲洞区国会议员林立盈透露 早前外界猜测联邦直辖区部会纳入 由副首相阿末扎西掌管的乡区及区域发展部 不过这位甲洞区国会议员今天证实 阿末扎西将不会接手有关部门 至于吉隆坡市政局之后会隶属哪个部门 内阁还在商讨中 以前部的时候 吉隆坡市政局的副首相的组织有讲到迪萨维莱亚 以前直辖区部长署的名字是叫迪萨维莱亚 之前之前 后来才变成维莱亚扎西掌管 所以当时有人猜测是under我们的副首相吉隆坡市政局 不过我被我的同僚在内阁的告知 不是在吉隆坡市政局副首相的组织 到底是在谁呢 他们还在finalize 还不懂 另一方面 林立营也表示 现任吉隆坡市长的合约将在明年三月到期 之后新任市长由谁担任也还不知道 但他认为市长应该要由人民投票选出来 而不是由联邦直辖区部长直接委任 同时他也希望 未来能够恢复地方政府选举 并且让民选的吉隆坡国会议员也参与市长选举 之前的直辖机部长有来自玻璃市 有来自吉兰丹 他们对吉隆坡可能都不大熟悉 但是市长是由他们讲的算 这个是非常的不合理 新的市长一定要跟吉隆坡国会议员能参与拣选 在吉隆坡现在的国会议员就是来自行动党 公正党还有巫统 这三个党如果拍代表跟政府看是哪个部门 大家一起来拣选这个新的市长 而不是像以往是由直辖区部长讲的算 林立英还表明行动党一直提倡恢复地方政府选举 但在这次大选中没有将这个领域纳入竞选宣言 是因为西蒙的首要任务事先恢复国家经济 无论如何他希望政府接下来能够朝恢复地方政府选举这个方向前进 八度空间 萧子惠 吉隆坡报道